民国时期的外患主要来自日俄 但民国建立后 中国与列强的国家利益矛盾就凸显出来 尤其是列强中日本与俄国这两个禁令 给中国带来的外患是晚清以来前所未有的 可以说民国时期的中国对于其他列强 只有清末丧失的权益收回多少的问题 没有进一步丧失的问题 而日俄两强那时的胃口比清末更大 民国对他们进一步扩大清华权益的动作 进行抗争都是极为艰苦的 而且这时日俄两强的清华 与晚清西方列强的清华性质上也有所不同 后者主要是谋取在华利益 尽管很多确实是不正义的强权利益 但是他们并不想灭亡中国 把中国变成他们统治的殖民地 他们与中国的战争是局部性的 中国战败后丧失的主要是番薯和边疆 除了香港和各地租界这类据点 没有涉及汉族居民为主的大片土地 日本就不同了 不仅清末就通过甲午战争割去了中国 以汉族居民为主的一个省 即台湾 而且进入民国后 日本人的胃口更加膨胀 先是提出21条 然后出兵侵占东三省 最后更发动了全面清华战争 在其自以为得手时 竟公然叫嚣不以民国政府为谈判对手 摆出一幅吞并中国的架势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成非虚语 而俄国在民国时期 虽然经历了沙俄到苏俄的变化 但其对华野心完全是一脉相承 晚清时 俄国就是列强中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一个 而且也是首先对大片汉族居住区 东北下手的 日本人可以说是其学生 日本侵略东北的两大先前力量 满铁和关东军 就是沿袭俄国东清 中东路和远东军的先例 如果没有日俄战争的失败 东北就是俄国人的了 进入民国后 日俄两国在东北也是且斗且合 但都以中国为牺牲 苏军1929年借中东路事件大举入侵东北 攻陷海拉尔等地 重创东北军的成功 不仅为两年后日本发动918事变 奠定了信心 而且甚至连事变的借口都为日本人所复制 两年前苏联人说 中国侵犯了他们的铁路权益而出兵 两年后日本制造六条湖事件 也说中国破坏了他们的铁路 更有甚者 苏俄在武力挫败中国 收回中东路权益的企图 并严厉报复中国之后 却把中东路全部卖给了日本 后来更成为轴心国以外承认日本人制造的满洲国的唯一重要国家 更严重的是 俄国虽然在入侵东北方面输给了日本 但在北方和西北方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清末民初沙俄策动蒙古自治 民初北京政府一度出兵重新控制蒙古 恢复主权后 苏俄又回军入蒙击败中国军队 使蒙古独立 并从此驻重兵于蒙古制造苏联解体 使蒙古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并附带吞并了悬隔于蒙古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 唐弩乌两海 此后苏俄先与日本交互承认满猛独立 实际是联手瓜分中国领土 后接日本兵败之际参加对日最后一战 不仅把日本败后中国收回的东北权益又切去了一块 中东路屡顺大连等 完全恢复了沙俄在东北的昔日光荣 还借中国内战之机先后要挟双方承认蒙古独立 从而成为列强中唯一成功地把清华成果永久化的国家 而更少北京人提到但绝非不重要的是 苏俄在西北也曾取得了不亚于 在蒙古的进展 20世纪30年代苏俄出兵干预新疆内战 扶植盛世财成为新疆王 盛世财治下的新疆虽未宣布独立 但完全脱离民国中央政府的控制 苏联不但给盛世财大量军援 还派出苏军精锐机械化部队常驻新疆 不是住在国境附近 而是住在新疆面对内地的门户哈密一带 明摆着就是防范内地中国军队入疆 那时的新疆拒挂中华民国国旗 而挂盛世政权的六星旗 新疆不理会中央政府完全自行歧视的发展苏兴关系 签订各种投靠条约 盛世财本人还秘密加入苏共 持有1859-118号党政 并立下效忠誓词 新疆境内五个苏联领事馆和大量苏联顾问成为盛世的太上皇 而苏联中亚也公然设立了五个不属于中国外交部的新疆联事馆 盛世新疆不仅体制高度苏化 甚至还按苏联的步调在新疆内部搞肃反 镇压托派之类的政治清洗 现在人们都知道盛世背叛革命后 杀害了毛泽民、陈谈秋等中共烈士 却很少提到他革命时就按共产国际旨意大搞红色恐怖 自行杀害、不送苏联杀害和配合中国的斯大林派 杀害了为数更多的托派 包括于秀松、李特、黄超等著名中国共产党人 和杜仲元等左派人士 所以毫不奇怪 当时民国政府猛葬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 曾有名言 人长云不到西北不知中国之大 可再加一句 不到西北亦不知中国之危 江介石则把新疆与东北外猛 一样都视为外国占领区 新疆已成为东北当忍之 而1936年中共实行打通国际联系 争取远方军援的战略时 就把通过宁夏战役连接外猛和近战河西连接新疆 作为两大方向 尽管两者都未能实现 但当时人们心目中新疆与外猛一样都是苏联控制区 则不言而喻 可以说那时盛世财依附于苏俄的程度 比伟满依附于日本 外猛依附于苏联 或许稍逊一点 也就是没有公开宣布独立吧 但事实上 盛世财确曾建议新疆独立后加盟苏联 只是苏联认为实际味道没有同意而已 但是比据称是日本走狗的张作霖 段祺瑞的依附程度 则不知高出几个数量级 而南京民国政府 受英美影响的程度与之相比 就更不值一提了 尽管那时盛世财的新疆革命 给中共帮助不少 但如果从国家主权的角度讲 新疆、蒙古与东北 当时无疑都是最能体现中国 到了最危险时候的典型地区 因此整个民国时期 中国站起来了的斗争对象 主要就是日俄两强 向西方列强社会权益的斗争 只是次要的 这是认识民国时期 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一个基本点 那时日俄两强在中国扩张势力时 都打着帮助中国 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旗号 当然他们彼此也支持自己国内的依附者 对抗对方的扩张 而当时的欧美列强 因美法在华基本上没有大的矛盾 德国本是野心不搏的后起列强 从巨岳教案攻占青岛 挂帅八国联军 渗入交际沿线 19-20世纪之交 其在华扩张势头之猛堪比日俄 但是一战战败终止了这一势头 此后德国虽在欧洲重新崛起 并与英法对立 在中国则由于利益不多 与处于利益守势状态的英法 也没什么冲突 因此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因同盟关系挺日反英法外 德国在民国的大部分时期 也属于在华西方阵营 甚至在早期中日冲突中 从参与里顿调查团 到布满南京大屠杀 德国的态度也与英美相仿 所以那时列强在中国 主要就是日、俄、西方三方角逐 西方以英美为主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对抗日俄侵略扩张的斗争 容易得到西方的同情 这种同情虽然也并非无私 而且由于美国的孤立主义 和英法的守势 在除抗战时期以外的 民国多数时段 都显得软弱无力 用当时批评者的话讲 就是有绥靖倾向 但另一方面 同样正因为美国的孤立倾向 和英法的守势倾向 英美法借帮助中国 抵抗日俄为名 扩大自身对华侵略的危险 可以说很小 而在关键时刻 如华盛顿会议和抗战时期 他们一旦放弃孤立和守势 对中国的助力确实很大 相反的 在中国向西方列强 收回权益的正义斗争中 日俄不仅不帮忙 反而构成更大的阻碍 详细情况见相关内容 而日俄打着帮助中国 反抗西方的旗号 扩张自己势力的险恶企图 则很容易鱼目混珠 国人如果把握不住底线 就会构成致命大害 苏俄支持孙中山 盛世财与中共时 都打着反帝旗号 自不代言 日本人也擅长玩这一首 他发动清华战争的理由 居然是要从 白人帝国主义的控制下 解放黄中人 团结大东亚各国 来摆脱西方殖民主义压迫 日本在攻占西方租界时 曾强迫白人拉黄包车 让中国人坐着招摇过市 接受欢呼鼓噪 以删起大东亚的反帝情绪 维满汪伟也都以反帝 其英美俄 作为投靠日本人的借口 就像盛世财以反帝 其英美日 为投靠苏联的借口一样 意识上的专制者都是爱国的 国几乎就是他家的私产 他岂能不爱 但同时也只有他们最能卖国 老百姓想卖也卖不了呀 孙中山在密谋革命 争取外援时 曾对日本有很糟糕的许诺 中共在1920年代就支持蒙古独立 1929年苏军入侵东北时 又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 但是无论当时的孙中山 还是中共都还是在野力量 日俄在华攫取的权益 并非是他们奉送的 如果他们当政后真的这样做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而宁可自己失败 也具负国家权益为代价的正面典型 则是盛世财在新疆的前任金书人 在新疆出现反金政变时 苏联曾表示愿意出兵为他平定事态 条件当然是金必须像后来的盛世财那样 听命于苏 金的部署多希望他接受 但金宁愿失败下野 也拒绝引狼入室 并毅然向部署发出通电 我不能图一时之快 以万事之机 诸君应以地方为重 勿以我为念 金氏历史上有功过是非 但此举确实难能可贵 民国时期其他的一些势力 就不能像他那样决断 为取得外援 他们愿意付代价 但也还是有底线 例如张作霖就是有限一副日本 但不愿越过底线 而遭遇皇姑屯之祸的 孙中山当年为争取苏联援助也付出了代价 但他的底线更是明确 从今天披露的档案看 他与苏联的矛盾其实很大 如果他晚去世几年 他的联额能否连得下去 确实是个问题 这不仅仅是谁背叛与否的问题 均不见就连陈独秀 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党总书记 最后都被苏联逼反了吗 当年汪伟投靠的日本法西斯 正是这样的邪恶势力 像南京大屠杀这样凶残的大规模暴行 英美法是干不出来的 被侵略被殖民当然是坏事 但正如反对专制 并不排除对不同的皇帝有不同评价一样 当年日本侵占英制下的香港 香港人民并没有认为只是换了个主子 而是支持港英抵抗的 香港同胞对港英时代的感受 当然不同于韩国人或我国东北人民 对日治时代的感受 不要说这是因为英国人的奴化教育 比日本人的成功 中国共产党人其实最清楚两者的区别 当年中共在上海等地的地下活动 几乎都是在英法租界进行 美国在华基本没有租界 一旦被英法租界寻补抓住 首要的营救措施就是尽一切可能 防止被引渡给中国政府 因为在英法帝国主义手里 他们还能生存 而一旦落到中国主权之下 他们必死无疑 但是落到日本人手里的共产党人 就从没有防止引渡之说 也没有哪个共产党人认为 被日本人抓住会比被国民党抓住强 毫无疑问 日本法西斯远比英法野蛮残暴 这不是泛言反殖民所能遮蔽 更不是什么黄种反对白种 东亚反对西方的日式反帝鬼词 所能颠倒的 两次世界大战间 中国虽然因实力弱 仍然被主要是日俄欺负 但国际上普遍同情中国 日俄对蛮猛的侵占 长期不被国际社会承认 这在当时崇尚实力政治 习惯接受继承事实的国际上 是罕见的 尽管在二战前 这种同情显得软弱 但日本为此退出国联 苏俄对国联也素有恶评 我们以前也跟着骂国联 现在看来是不对的 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 中国终于埋葬了21条 迫使日本交还青岛和交际路权益 实际上完成了纠正巴黎合会错误 消除德国侵华遗产的任务 制止日本继承这遗产 一些著作还把华盛顿会议 在修约问题上不情愿地迈出微小的一步 和苏俄宣布废弃一切在华特权作对比 称赞苏俄如何善待中国 这真是太离谱了 我们知道苏俄当时不仅发表了 动听的卡拉罕对华宣言 他甚至还允许俄远东分离 成立了远东共和国 但这与列宁的第一个外交杰作 布列斯特和约一样 只是基于临时需要的姿态 正如他本来就没有想让远东独立一样 苏俄也并没有真想归还中国什么权益 如前作述 俄、日实际上是民国时期不仅没有收缩 而且还力图扩大其在华权益的仅有两个列强 在蒙古、新疆和唐努乌两海 苏俄都做了沙俄想做而没能做的事 至于说到不平等条约 可以说中国最后一个摆脱的不平等条约 就是1945年雅尔塔体系中的那个中苏条约 而后面所述 除了那些已经永久化的清华城国外 俄国从中国攫取的东西 后来确实放弃了一些 为此我们应该感谢的 与其说是列宁 不如说是赫鲁晓夫和叶利钦 如果说1931年前的费约外交 或者国民政府所称的革命外交 在对西方列强乃至日本社会权益方面 都取得了不小进展 那么唯一的重大挫折就是在对俄方面 苏俄在掌权之初发表 那两个好话说尽的对华宣言 地位一无稳就不认账 1924年中苏解决悬案大纲 再不提什么无条件放弃 而是要挟中国必须以天价赎回中东路 在未能赎回前则实行中苏共管 但此后连中苏共管也没有兑现 中东路仍是苏俄的禁乱 在革命外交的高潮中 一直不久的张学良东北当局 在民国中央政府支持下想要解决这一问题 先是要求兑现中苏共管 遭拒绝后更试图强行收回中东路 现在看来 年轻气盛的少帅此举确实太激进 而且由于反共的意识形态作祟 使他没能正确判断国际博弈的局势 如前所述 当时中国外交喜欢利用列强奸的制衡 这一策略在很多情况下也确实奏效 而那时列强基于恐共情绪 有一致排苏的倾向 尤其是与俄国在东北 久违争夺对手的日本更是如此 因此中国当局认为可以利用这种形式 迫使苏俄让步 不料俄日与其他列强不同 作为民国时期对华野心最大的两个列强 两者虽有重大利益冲突 但一旦意识到中国的行动 对其野心产生严重阻碍 两者为对付中国 常常会达成对中国来讲是致命的妥协 整个民国时期 中国联手西方列强来抗日巨俄又是成功 有时不成功也不至于酿成大祸 但在向西方列强社会权益的斗争中 俄日基本上是败事有余 苏俄对北京南京政府的废约外交 只有指责从无助力 表面是鼓动更激进的反帝 实际是乐见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闹僵 日本更是中国废约外交的强硬对手 其态度比西方列强更为顽固 而中国的连日制俄和连俄制日企图 则常常会大吃苦头 在中东路事件前 中国政府才刚刚与日本就一些悬案达成妥协 并恢复了邦交 事件之初 中国其实是设想日本在东北会对苏俄形成牵制 事后者不止为所欲为 但没想到事件一发生 日本立即敏感地察觉到 中国若能收回中东路 也就可能收回满铁 因此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 即公开声明严厉警告中国政府 不得触犯日本在东北的铁路权益 否则必以极端方法来报复 同时对苏俄的行动则不止一次 这无异于一种暗示 苏俄没了顾忌 便果然放手采用极端方法来惩罚中国 1929年8至11月间 苏俄公然不宣而战 出动陆海空大军 从满洲里 隋分河 同江等几个方向 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入侵 东北军力不能敌全面溃败 两个主力旅与宋花江舰队惨遭覆灭 旅长韩光帝等大批官兵殉国 宿军先后从同江攻陷附近 从满洲里近战海拉尔 从隋分河亲居密山 张学良丧失失地后 被迫接受了屈辱条件 收回中东路之举彻底失败 显然 此一事件中张学良的鲁莽败事 应该受到指责 但他收回中东路 从维护中国主权的角度讲 是不错的 另一方面 中国既实力未歹 苏俄抗拒中国 收回中东路也可以理解 但这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 发生的外交事件 苏俄以武力解决外交冲突 在中国一枪未发的情况下 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 不仅强行恢复了苏方垄断中东路的事实 还在强迫中国签订的博力协定中 连原来的解决悬案大纲中 关于中苏共管的刑事文字也推翻了 实际是变本加厉地损害中国 这不能不说是极端的蛮横 本来当时的外交中常有满天要价 就地还钱的游戏 就在几乎同时 中国单方面废除之外法权的激进做法 也引起西方列强抗议 但最终还是以废权应逐步解决的方式 取得了双方妥协 但是俄日就不是这样 他们对中国的诉求是一步不让 加倍报复 终于把中国逼到了墙角 解脱百年枷锁 对日抗战中飞约的实现 中东路事件的恶劣后果 不仅是中国收回路权的失败 更严重的是暴露了东北郡的虚弱 摧毁了少帅的抵抗意志 启发了日本放手蛮干 仅仅两年后 日本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此后中国进入了抗日救亡时期 外交上的改约谈判 为压倒一切的军事斗争所中断 长达十年之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